有朋友問,近來有很多人推介728中國電訊和聯通762 他說941是否炒完呢? 現在如果買中資電訊股又覺得哪一種會比較好呢? 941是否炒完呢? 941不要越來炒了,941是越來移動的 我就覺得你買中資電訊股的心態就不要駁它有很大的資本回報 你真的不如去找找找,不點蝕,還有息收的心態 你說941是否已經結束呢? 其實你這個近期的股票是強的,941 亦都破了布里達通道頂部 繼續可能會去一去,但可能去到52,53 這些可能會停一停,但不要緊,因為它會吸引,可能會派息了 所以股價會有支持,所以不會太大會落 所以我想未必這麼快完結的中移動 尤其剛才我節目開始之前說的,其實近期的市場真的沒有什麼主題 你沒有什麼概念 所以很多人都投入了一些防守性比較強的 電訊股 其實不止剛才說的聯通、中電訊、中移動 甚至是香港那一堆,你看623香港電訊 其實股價也是站得穩的 所以我想未必這麼快完結 因為整個市場暫時沒有太大的明確的向升的方向 反而是這些風險沒有擔心 在這種情況下,公用一定會是相對穩定 因為他們有息收,股價也是比較保證 所以未必這麼快完結 中移動可以想一下 但因為剛才你是不是這樣炒完 未必炒完 但如果中移動,你看回今天經濟部推介 可能7-200亞,跟著你上去 留意一下7-200亞聯通這些走勢 會不會跟著,其實都差不多了 所以我覺得可能會繼續是這樣的走勢 就算當你是Ring Change,一個環行不太多 其實他們一向都不太多 但起碼那個息的回報都會回來了 好,我解讀你剛才那個說話 你覺得三隻走勢都差不多 三隻都可以吸納,就沒有什麼 哪隻比較大一點 不會太大一點,如果你追到後 因為連息率都是很接近的 是啊,還有你說真的要選一隻 那我覺得最大的最穩陣,就是九石 但你說希望有一點點波幅的 可能會留意7-200亞 是,好啊 한다 你不見是嗎 甚麼精神 你問答 personalized